好像自从一八指一九赛季之后 我再也没看过这么出色的乔治 六场比赛里两场40加一场30加 但迎来的也是最艰难的局面 显然小卡缺阵是明面上的影响 但深层次里以空间著称的快船队 目前进攻效率联盟倒数 乔治必须扛起这支球队 也打出了绝对的顶尖水平 28.3分8篮板4.2助攻3.3强断 49.2的命中率和41.1的三分命中 抛开小样本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火热 但快船其他人的火力实在太有限了 你可以去翻看一下几位主将的三分出手术和命中率 惨不忍睹 乔治只能更多的去扛起球权 目前的回合占有率也是生涯最高 他消化球权的方式就是更多的去持球 靠着高大的体型和丝滑的手感 在中距离他有很多的办法 但超现实的命中率总会下降 投射为主的打法是有波动存在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季游赛里经常讨论乔治的不稳定性 如果未来队友不能提供更多的支持 乔治的日子只会一天比一天难 而如果这都赢不下比赛的话 你还能要求他做什么呢 你不能一直拿着超距标准去衡量乔治 但从来不把他放在超距的讨论里 在小卡回来之前 只能继续横刀立马了 长路漫漫 轴车劳顿 将军还请负重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